大家好 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国拼现在是兵分两路参加国际比赛 一路征战多哈赛事 一路参加大满贯赛 虽然多哈赛事没有大满贯赛事的等级高 但是国拼队员的表现堪称精彩 两个赛事都进入到四强阶段 国拼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目前 乒乓球WTT多哈制线赛已接近尾声 男女单打四强正式诞生 中国队的士兵赛主力周启豪 全运会亚军刘丁硕先后暴冷出局 而且都输给了同一人 那就是年仅21岁 不久前才战胜了樊振东的徐英斌 而唯一参赛的世界冠军于紫阳 则输给了赵子豪 现在国拼已经包揽了男单四强 所以提前夺得了该项目的冠军 女单虽然有三人晋级半决赛 但仍然面临一位强敌的挑战 她就是日本全国单打亚军得主 牧原美忧 鹿死水手 仍未可知 中国队面临严峻考验 本次多哈制线赛 国拼的参加人数很多 但对内位置都不是很靠前 其中周启豪 刘丁硕 与紫阳三人 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选手 毕竟周启豪去年 就是士兵赛五大男单主力之一 刘丁硕则在全运会上 联赢许新 王楚清 夺得单打银牌 而于紫阳2018年 就是世界杯团体冠军得主 然而比赛开始后 周启豪 刘丁硕 很快便折戟沉沙 其中 前者是第二轮苦战 七局不敌徐英斌 后者紧接着 第三轮一比四脆败 也是输给了徐英斌 考虑到不久前 徐英斌 才在WTT澳门赛上 战胜了樊振东 看来 这位小将 真是厉害啊 至于于紫阳的话 因为状态低迷了好几年 所以 这次输球 倒也不让人感到特别意外 面对直拍名将赵子豪的进攻 他虽然一度2比0领先 但最终 还是不免于3比4惜败 由此而止步于 晋级半决赛的最后一关 如前所说 目前南单前四名 已经全部被国平选手包揽 接下来的对阵 安排为赵子豪对阵徐英斌 薛飞对阵袁立成 在此期待四位国平杰儿们 都能有好的发挥 尽情释放自己 女单方面 国平有戏有忧 虽然张本智和 13岁的妹妹张本美和 连赢了两位国平选手谭于轩 齐飞 但她最后 还是被国平的张瑞给淘汰 但紧接着 张瑞又2比4 输给了沐原美忧 无缘晋级半决赛 而另一位日本名将长崎美右 倒是1比4不敌石巡尧出局 无缘冲击冠军 目前女单上半区是两位国平选手前天一 石巡尧展开对决 而下半区则是刘伟山迎战 沐原美忧 那么中国队能否淘汰最后一位外战对手 包揽两个单打项目的冠亚军呢 答案即将揭晓 虽然多哈赛还在继续进行 但是国平能够拿到7个4强席位 无疑是大喜事 并且有望包揽男女单打冠军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